说一下4070应该怎么搭机器 然后值不值得买 用我的脚步给大家说一下 4070这个卡性价比怎么样呢 性价比我觉得还可以 性价比我觉得还行 然后4070的性能呢 看了一下这些大哥们的测试 然后我自己也看了一下 就是跟3080实际是差不多的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 然后他目前来说定价 便宜点的话是4500多 那种就是所谓的盖板 其实我不太喜欢用这个词 因为没有什么盖不盖的 就是便宜的版本 也不是说就质量差或者什么的 这个不太想用这个词去误导大家 就是说买便宜的东西就是盖 这个纯纯的不要这么说吧 反正就是便宜点 4500左右就有 然后贵点的版本可能5000左右吧 我觉得就价格还行 因为3080实际的超底价格 也是4500到5000之间嘛 也是那种就是便宜点的 就4500什么微星万图师啊 贵点的可能5000左右啊 就微星的超龙啊 什么这种 3080差不多 那么就是4070的价格 就等于3080的超底价 然后他们的性能表现呢 在2K分辨率的情况下 表现是基本一样 然后但是由于40的这个4070和40轻胎 这都是卡显存的那个性能 未宽 导致他跑4K的表现不太好啊 但是咱4070的用户也是以2K用户为主 你买这个卡基本你也不会去玩4K的显示器 所以说这个对咱来说不重要 无所谓 4070的一个主要的亮点 就是说他的功耗非常低 他只有200瓦 然后常规配置的话 就是600瓦的电源就够用了 甚至于550瓦可能就可以了 然后就算是你用最顶级的CPU去带他 假如说CPU那种功耗在 满载烤机200多瓦的那种CPU 加这个卡 其实你用一个600瓦的电源它也够 但是我建议还是加到加一点 加到700瓦 如果用那种顶级的CPU超频的话 就是还是电源搞到700瓦左右 为好 因为这个咱也不差这么一两百块钱 100块钱嘛 也就是600和700 差个100块钱 就不差这100块钱了 就别用600瓦去带那种顶级CPU加4070 虽然4070的功耗是真的低 所以综上所述 比起3080这张卡来说 就是一个价格略微下调 然后性能一样 但是节约了电源钱和电费 而且目前在市场上 4000元到5000元之间 只有3070Ti 3080 4070这几个可选 不讨论A卡 那么好像 4000到5000分段的卡 好像没别的可选 也就只能买它了 你总不能去买 3070Ti和3080吧 这是不是有点蠢了 所以只能选这个 你也谈不上性价比高与不高的 我当然骂它是一坨大便 骂厂家都是狗 这种话呀 作为消费者 你听起来可能觉得很过瘾 觉得我是个好人 但是这种话术 我不太想说 大家都说这种东西 没意思了 反正出一个卡性能就是大便 厂商就是混蛋 对吧 你只有这么说 才能显得跟消费者 站在同一战线 这不非得给自己表水吗 有必要吗 又不是玩狼人杀 实话实说 这个卡就还行吧 因为毕竟显卡这个东西 垄断嘛 只有英伟达和MD能做 所以他们定价啥的 你就是骂它也好 还是夸它也好 都无所谓的 改变不了什么 没有竞争 人家不会因为你骂它 它就降低定价 你像4070Ti 不也都骂是一坨大便吗 销量一点没少 买的人很多 至少在我这里 4070Ti卖的很多 真的很多 所以市场能认可的东西 你就是去骂它 或者去怎么着 说它没有啥意义 不用太多的去参考 这些评价啥的 你这个预算在这儿了 你就上去完事了 这个不会亏的 然后说一下这个4070呢 就是在大部分不吃CPU的这种性能的游戏中 就是只吃显卡性能的游戏中 比如说你这个单机的这种3A的高画质的这种游戏中 这张卡的话 你可以搭配那种比较低的CPU 因为这种3A游戏单机啊 它不吃CPU性能 你选个低点的CPU去配4070也是OK的 它的画面帧数肯定也不差 然后而且单机游戏本身你也不追求什么高震 60以上100左右是吧 这就很完美了 所以4070肯定是可以大低端CPU用 但是仅限时你是玩这种单机游戏啊 然后如果你是玩多人MMO 或者是永结无间PUBG这种游戏的话 你的对CPU和内存的 等会等会我先 我先把PUBG退了 别骚扰了 玩这个永结无间或者PUBG这种游戏的用户啊 你这种游戏对CPU的还有内存的性能要求高 显卡呢 尤其有可能在这种复杂的场景之中 无法满载啊 去偷懒 比如说永结无间之中啊 你使用13900K加B带内存双超频 然后你在一场就是两三个队伍啊 或者三四个队伍的这种小型团战的场景中 你去用 假如说咱不用4070啊 咱就先聊4070Ti啊 拿4070Ti举例子 就是假如说你用最顶级的CPU和内存去带4070Ti的时候啊 在这种小型团战中啊 不是说那种空旷的场景 空旷的场景的话 它的显卡性能是100%能跑满的 但是你咱不追求那种场景的帧数有多高 那没有用 对吧 你就是站在海边看大海 你500帧有啥用呢 你打起团来掉到100帧 那不也是白扯 就是说这种场景中啊 这种小团战场景中 4070Ti在最顶级的CPU和内存的搭配下 它都无法跑满性能 就是4070Ti也就是80%左右的占用 所以说对于咱们这种永结物件这种用户来说啊 这个4070其实对我们来说刚刚好 因为我们如果搭配顶级的CPU和内存的话 刚刚好在这种团战场景中啊 4070的性能能完完全全的发挥出来 而不会像4070Ti或者更高级别的显卡 造成显卡性能的溢出和浪费啊 导致我们其实买一张4070Ti 买一张4090在这种场景中的表现是一样的 那就是多花钱 但是4070就不是 4070就是基本上就是能把它的性能都刨起来 就是说你的CPU和内存性能都非常好的话 打永结物件或者吃鸡这种游戏 在这种复杂的多人场景之中的时候 4070也能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占用率 比如说90%左右 那么其实这个卡就相当于配的很合理 很适合我们没有多花钱 还把它的性能都榨干了 所以4070这个这么一说啊 就是还是对于我们这种类型的游戏玩家来说 在2如果你还是玩2K显示器的话 那么你还是非常值得入手这张卡的 因为你买更贵的卡 其实跟这个卡的游戏体验是不会有什么差别 然后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4070性价比如何 值不值得入手 什么样的用户值得入手 就是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见解 然后再说一下4070这张卡 建议购买什么样的CPU和内存去进行搭配 还有电源 然后还是重新重申一遍 如果你是单机3A游戏 对于CPU和内存的效能要求不高 那么你可以使用比较垃圾的12400 13400 13490都去带着卡都没问题 因为你其实用i3去带可能都行 因为你们这种游戏是不吃CPU和内存性能的 它只吃显卡性能 那么任何CPU都不会造成4070的性能浪费 但如果你是多人MMORPG 比如说魔兽 比如说剑3 剑3还不是 剑3是优化极其恶劣 所以什么显卡都不会浪费性能 剑3排除 逆水寒天刀这种吧 天刀吧 天刀吧 天刀很优化好一点 逆水寒好像也挺垃圾的 然后就说常规的这种优化正常的MMORPG 或者拥结物件PUBG这种游戏 对于CPU的 还有内存的效能要求较高的游戏 则建议大家至少要用12600KF这款CPU 搭配一个B-DAI内存进行超频 进行内存超频 不是说CPU你可以不超 比如说你上个B760不超CPU是OK的 但是你内存一定要超一下 因为内存的超频对于你提升显卡的在用率 在这种多人游戏中是提升巨大的 所以说12600KF加B-DAI内存为基石起点 来搭配平台来搭载4070 如果你的平台比这个方案还要低的话 那我不建议你上4070了 因为你的显卡性能会非常浪费 前提是你玩的是永结MMO这种游戏 不是单机 就是这种多人大型的这种线上游戏 画面还比较好的这种 就是一定要以12600KF加B-DAI内存 为起点去搭配4070 不能再低了 再低的话纯纯浪费 就是如果你比这套平台还要低的平台去搭4070 那你不如直接买3060Ti啊 因为你玩起来这个4070在这种平台上 它也就跑出个一半啊 或者60%的性能 它跟个3060Ti对你来说没差别 所以没有必要啊 所以针对于这种 咱们玩玩家最多的这种MMO 或者是永结这种游戏来说 我推荐的话以下两个方案 也是我4月份最推荐的两个装机方案 就是第一是12600KF加B760爆破弹 加B-DAI内存进行内存超频 然后加4070显卡 加个600瓦电源 这个应该很便宜 8000来块钱吧 应该搞定了 也不算便宜吧 就是相对于这个性能来说 我觉得还算便宜 然后这里有人会说 这个B760能不能换成Z690Z790 我觉得是不建议 因为要贵四五百块钱 然后去超这个12600 那你不如再狠一点加点钱 直接上13600 是吧 这样你说一个126超5.0和一个136超5.5 那差别还是大一点的 而且这两者好像也差不了多少钱了 你就不如如果说你预算够高 然后你对这个打团啊 这种什么永结团战啊 或者什么魔兽副本多人的时候啊 或者是什么天刀这个什么 天刀那叫啥 帮战什么之类的这种 你要求这种场景下 这个帧数要高的话 那你还是咬咬牙上这个13600KF 加一个Z690啊 我这里推荐是微星Z690-P 这个主板一千零几十块啊 不到一千亿 比那个B760高端的还便宜啊 然后再搭一套币带的能超频的内存 最好是8乘2啊 最好是8乘2 因为8乘2超出来的话效能高一点 然后也好超啊 而且还便宜 8乘2的话500块钱 然后这个136加Z690加币带 加4070加个700瓦的电源就可以了 打个喷嚏啊 不好意思 然后总体来讲 就推荐这两个方案吧 搭4070 然后再贵的 其实你用137或者139去搭也可以 但是提升不大 没必要 然后还有一个AMD的世上最强CPU 7800X3D 也不是不能搭 但是我觉得不值 因为7800X3D 加它对应的那套平台来说 它的性能是不如这套平台的 不如这个136超频加Z690加币带超频的 所以说而且价格要比这套平台要贵很多 所以说没必要 如果世上最强CPU的这个定价 包括它的主板和那对应搭配的内存的定价 价格综合在一起 比这个136加Z690加币带 这套平台的价格如果是比较接近的话 还可以考虑 现在就完全不考虑了 它一个7800X3D就3000块钱 然后你搭一套 这个东西好像才3000多点 所以说就目前不用考虑7800X3D 那个纯属是吹水 就是吹的人太多了 收钱的人太多了 AMD推广做得很 那个就别买 没啥意义 等它回到降了 再便宜一些再说 总体来讲 4070这个卡 适合于你的整机预算在8000到1万元之间的用户 优先选择以上这两个方案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反正你要是买这个1360KF 咱们都是用Z690和Z790去搭 因为不再用B760高端了 没有必要 价格一样 所以说这个13代13600KF买过来之后 超频那就是白给的性能 就是你只要愿意去稍微学习一下 就改四个选项 你就可以轻松把它超掉5.5 30分钟就能学会 所以说13代买这个136这个平台的话 就是默认它就是一定要超CPU的 很多人会说 你这个136还要超频 什么买AMD不用超频啥的 你这个东西买过来 它就是默认它就是能超频的 没有任何代价 没有任何副作用 所以说你 就不用讨论超频什么什么 不公平 对于其他的平台来说 其他平台不能超频 你拿能超频的去比 公平不公平 推荐这个 小白又不懂超频 不懂就去学 半个小时就学会了 看一下我上期的那个视频 连那些超频都学会了 30分钟就学会了 还能更简单吗 大哥们 一点动手能力都没有 那真的没辙了 然后超CPU是一个对于13代来说 是一个默认行为 然后但是对于超内存来说 这个就是还是要下点功夫学 可能需要学40分钟 才能学会BDI的超频 但是还是建议要学 因为对于4070来说 你要完全把这张卡的性能榨干 你必须要用BDI的内存 去进行手动超频 当然前提是 这种MMO和永结物件 这种游戏的用户 不是这种单机 再重申一遍 别过来跟我杠 说什么我玩单机的不超频 也能跑满显卡性 咱说的是两码事 如果你是永结物件 或者MMORPG 这种游戏的用户 一定要学这个BDI的手动超频 不然你买4070 真的是浪费这个显卡的性能 它实际玩起来 可能性能真的就跟个 3060台 3070台 还差不多 懂了吧 还是要去稍微动手学一下 实在实在 你就是不想学 也真的是不会 怎么都弄不弄不明白 那你就找我这样的人 买整机 我给你抄 我是真正的给你抄到位的 而且售后啥的也全包 一直给你调到满意 不会说你这边抄一次 然后咔咔你那闪退 我不管你 不可能啊 绝对给你一直维稳 然后再说一下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容易造成误导性的一些言论吧 就是少看评论区 知道吧 你们好多人在评论区问问题什么 我这个配置怎么样 还有问一些问题啥的 然后评论区各种大神给你解答 我劝你们啊 不要看评论区的任何回答 不否认其中有些回答是正确的 但是绝大多数的回答都是错误的 而且他们错的有理有据 让你觉得他好像真的是大神 这种是最恐怖的 你像在我这些评论区经常有那种连XMP和手动抄频 连G1G2分频都搞不清是什么的东西 是什么意思的人 他就在评论区跟你乱秀他的各种反制言论 他又坑人 他又丢人 当然他的丢人是仅限于在我这种懂行的人眼里 他会丢人 但是在你们不懂电脑的小白眼里 他可能也是个大神 就变成了我跟他进行辩论的一场游戏 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 我反正是不愿意跟这种人去辩论的 所以你们可能还觉得他说的对 你看up主也没有反驳他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我就劝你们就看我的视频内容 不要去看下面的评论 哪怕有一些人说的对 你也不要去看他们 他们不会对自己的评论做任何负责 但是我说出来的话 我是负责任的 我卖了这么多台电脑 我一台一台去测 一台一台去装 都是我自己动手 我绝对是有经验和发言权 去跟你说这个事了 板上钉钉 就是要你想搭4070 就要这么搭 不要比这个搭的更差 还有再注意一点 不要去搭DDR5的平台 DDR5这个东西 现在的游戏表现非常之垃圾 如果你的显卡在3060Ti 或者3070Ti这个级别 你去搭DDR5还行 就是咱只说永结物件和吃鸡 这种对这个CPU和内存效能要求高的游戏 咱排除其他 就说这种游戏 千万不要去买DDR5 非常非常的垃圾 然后至于什么DDR5占未来 DDR5配个主板轻松 超频什么7600 什么这种言论 纯属扯淡 爱信不信 我这个评论区还有好多 反正我也没删干净 每天总有人来说 你看这个我给你翻一翻 应该就能翻到 就很夸张的一些事 找不到了 难道被我删了吗 没有 我后面我都懒得删了 反正你们就是 别信就行了 别配DDR5 真的别配DDR5 DDR5就是 为什么那么好卖呢 数大就是对小白有吸引力 就像在小白眼里 CPU只有四种 S3i5 i7i9一样 对吧 你DDR你内存在小白眼里也就是就那么几种 3200 3600 然后6000 6500 6400 6800 越大越好 那两码事 那分频啥呢 反正总结就是这样啊 你就不要去买DDR5的平台 搭这种高配的这种 显卡的时候 纯纯的浪费 今天就说的有点多 总结一下大概就是这些内容啊 行 有需要下单的就微信找我吧 拜拜